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廷正四里问人 他临危受命空降苏州府 铁腕专权城府茶滩与巡府结院 胆大范世的行事风格 让旷中经历了怎样的活难 宣德皇帝面对知府巡府不合 为何会睁之眼闭之眼 怎样的生死较量 成就后来的旷新篇 知府斗巡府 法律讲堂文史版 敬请关注 宣德五年 皇帝派旷中妇人苏州 然而旷中上任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却惹怒了和他几乎同时到此上任的成军 自尊心极强的成军 为了报复旷中 甚至捕风捉影 唆使被旷中处罚的小丽薛梦珍 状告旷中迅思枉法勾结内官 面对这两项严重的指控 旷中沉着应对 诚恳地向宣德皇帝表达了自己不卑不亢的处事态度 然而让旷中甚至是他的死对头成军都没有想到的时 就在他们双方都在交集地等待着案件结果之时 旷中却因为一个突发状况而被迫离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旷中的继母和氏 在去年12月份就已经病故了 只是从江西到苏州 路途遥远 复文一时没人送到 直到今年3月初八 才得到消息 旷中是个至孝之人 而家族屡遭死别之痛 49岁的旷中经不住嚎啕大哭 他急匆匆的收拾行装 带着家人准备回江西奔丧 陈军得知此事以后 长去一口气 暗自高兴 他心想 皇上的处置结果还没到呢 你这就走了 这一别恐怕用不着说再见吧 应当是永别吧 等到皇上处置结果下来 也不知道你将葬身何处哦 当然 陈军没有让现在落祸之情泛滥 毕竟别人家有丧事 大悲大痛 你顶多是偷着乐 总不至于买一挂鞭炮来炸吧 来庆贺吧 陈军觉得自己是在送瘟神 但一件事情让他特别堵心 什么事情呢 原来啊 邝中刚出门 就有两千多名老百姓 拦住了他的车吧 如上考比 哭请邝中留任 他们只知道邝中是被人告了 告到朝廷里面去了 邝中在此敏感的时刻离开 百姓自然以为 知府大人已经被朝廷罢免了 所以不知所措 只能一方面 不让邝中走 十里长街 哭声震天 另一方面呢 他们又到江南巡抚周成 陈军那里哭诉 强力挽留邝中 周成解释了 目前还不能确定朝廷要罢免邝中 邝中是回他的老家奔丧去的 老百姓知道 即使是不罢免 知府回家奔丧 接着就要守仓三连 这一个是自古以来的传统 朝廷自然要派人接任 他们不想失去这一位父母官 所以请求巡抚大人 让邝中留任 但是邝中是个至孝之人 老百姓再怎么挽留 邝中还是奔丧去了 不久 陈军呢 巧手盼望的对邝中的处置结果 送达苏州 甚至上说 薛梦珍反告邝中 实属诬陷 最佳一等 邝中忠心耿耿 似锦断若干押金 最后是请刑部侍郎 陈军过目 这句话 陈军是大失所望 凭他多年的围观经验 也多少听出了弦外之音 他能感知皇帝 对他唆使薛梦珍诬告之事 生气了 好在皇帝还能体察自己的忠心 没有进一步追究自己的意思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而更值得庆幸的是 邝中这温神走了 虽然不是自己扳倒的 但这一去至少守桑三连 眼不见心为尽 邝中的离去 让成军不免沾沾自喜 而更让他兴奋的还在后面 就在邝中回乡之后不久 曾经和邝中联手推翻 违掌制度 让成军颜面扫地的周辰 居然也摊上了一场大麻烦 原来 几乎就在旷中连上两道奏章的同时 周辰上书给户部 针对松江府赴税征收的不公席现象 要求大幅度的减免税粮 据这个民宣宗实录记载 当时的户部上书胡盈认为 江南税额和税率 是太祖朱元璋时期就制定好的 如果按照周辰的请求 松江府上缴国库的税量 至少比原来减少一半 这个步子就卖得太大了 比如说胡盈 以欲变乱惩罚 孤民邀裕的理由 参了周辰一本 要皇上治他的罪 胡盈老头子这么拽 宣的皇帝知道吗 当然知道 此前旷中三次上书户部 都受到胡盈的阻挠 宣的皇帝还跟他交换过意见 要他别中不尽人情 但是这个现在已经是四朝老臣的 户部上书 有点倔 就是不听 而宣的皇帝呢 对他还是礼遇有加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啊 对封建帝王来说 在满足自己最大的 挥和欲望的前提下 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也很重要 在他眼里 胡盈和周辰 都是在为国库充实的事 在操心 只不过胡盈是图眼前的利益 想把这个蛋糕做大 而周辰那边呢 是从长远左眼 想把蛋糕切好 最终也说了把蛋糕做大 所以宣的皇帝啊 不免要为周辰说几句话 他对胡盈就说了 周辰总读税粮 上奏是他的本职工作 想怎么改 是他的言论自由 你们户部 如果认为行不通 可以通不过嘛 但干嘛要治他的罪呢 你们难道是要堵塞掩路吗 正以为啊 周辰不必治罪 其他的按照你们说的办 虽然周辰被皇帝保了 但一时半会儿啊 南从被唐河的心理阴影中走出来 矿中走了 手下又少了得力干将 在这种权力真空当中 陈军独掌大权又开始为所欲为了 为了向朝廷表忠心 陈军将苏州应当减免的丘粮又加倍收取 他当初施行的危长制度又死灰复燃 而矿中整除励志的成果也慢慢在消失 奸华酷吏 寻思妄法 卷土重来 贪略之人 变本加厉 欲贺难停 老百姓虽然对这些人呢 是恨不得剥皮吃肉啊 但一个个怯懦 畏惧 长须短叹 陈军呢 这一点闭一只眼 实际上啊 他也没有这个能力巩固励志风暴的成果 但在心理上呢 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这个能力来掌控苏州的局面 他把赌注压在哪呢 压在危长制度改革上 单纯的以为 危田多了 管理跟上去了 粮食就会增收 整个的税粮拖欠和流民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矿中守丧三年 周辰官场受挫 此时的成军则是春风得意 然而仅仅三个月之后 皇帝的一道圣旨 却让成军的美梦瞬间破碎 他的死对头矿中 竟然重新就任苏州知府 在家守丧的矿中为何会这么快就在此出山 面临突如其来的变故 心情几经反复的成军又会怎么办呢 三峡大学彭宏魏将继续为您讲述 知府斗巡抚 第四集 分丧吉利 成军其实忽视了最根本的一点 所谓巡抚 就是巡行天下 安抚军民 他能够短期内赢得户部和朝廷的认可 却失去了百姓和民心 根据这个矿泰手级记载 由于知府缺位 苏州府七线 三万七千多名老百姓 联名上书 到苏州同知 也就是副知府那里请任 说啊 没有知府空缺的先例 要求吏部让矿中夺请起父 什么叫夺请起父呢 就是官员的父母死了 理应解官守丧三年 特殊情况下 皇帝下诏 斥令官员守丧三个月之后 让他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苏州老百姓联名请愿不久啊 有两名御史看得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了 一调查 发现矿中确实是个万眠爱戴的好官 于是先后上奏 要求朝廷对矿中夺请起伏 两位御史奏请 老百姓请愿 这精英与大众一联手 事儿大致就成了 而在宣德皇的眼里 看起来更是一场急事雨 他知道矿中是个孝子 夺请起父 还有那么一点于心不忍 但朝廷急需用人 现在两位御史和几万名老百姓 联名请愿要矿中回苏州 再一次证明矿中是有能力 有方法得民心的好官 虽然会有一些小问题 小毛病 但是侠不掩喻 也证明了他这个皇帝 是有眼力会看人的 所以现在皇帝有充分的理由 让矿中回苏州了 到六月份皇上下旨了 圣旨说 老百姓希望矿中回去 就满足他们的愿望 然后立即召会江西布政司 转达靖安县 令矿中赴任 也不知是甚至到达江西太迟了 还是矿中扶桑不愿意离开 或者是正值年关 反正直到半年之后的宣德七年正月 矿中才启程回苏州 二月份才到达 在路上 他写了一首 夺勤起腹道任诗 表达此刻的矛盾心情 报国一心 何日尽 撕心两肋 几十肝 这是其中的一年 像中国绝大多数文人 士大夫一样 矿中面临着中校男权的宿命 为了朝廷在异地任职的回避制度下 他们必须离开家乡 到京城或者是到其他的地方为官 漂泊的命运 让他们时时想念家乡 思念亲人 为不能够守在父母身边 尽孝顺之道 人伦之情 而愧疚 而当父母去世 想尽孝道 守丧 扶丧 但为了朝廷与国家的利益 又必须被夺情起父 出处进退 报国私心 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两难 带着复杂的心情 被皇帝夺情起父的矿中 再一次踏上了前往苏州的路途 然而让矿中慢慢想不到的是 就在他还感叹 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 又一场阴谋 正在成军的亲手策划下 悄然向自己逼近 矿中被夺情起父 对成军是个重大的心理打击 他满以为在苏州的权力真空中 可以大展拳脚 多多征收税粮 好好的建功立业 挽回在皇帝那儿 丢尽了一些脸面 为自己的仕途铺平道路 拿想到自己的对手即将风风光光的返城了 他的梦想又要化为泡影 他真是太不甘心了 自己怎么就一次又一次的败给一个小力出身的人呢 其实啊 他误判了政治形势 和矿中周臣相比 这位仕途顺利 长期在培都南京工作的巡抚 还缺乏远见和洞察力 他确实没有看清楚宣德皇帝的执政大方向 也没有感知到以杨士奇为首的江西籍官僚集团 势力之强大 所以啊 陈军看到皇帝没有追究他的意思 就以为什么呢 就以为自己做的很多事情是被上面认可的 既然周臣被互不参了一本 说明周臣改革是错误的 那么他的羽翼矿中也是错误的 于是心有不甘的陈军 趁矿中还在返回苏州的路上 由幕后蹦到了台前 从皇帝下旨 让矿中回苏州赴任那天开始 就吩咐手下全面搜集矿中在苏州的劣迹 这些所谓劣迹 当然是那些他的勇盾所提供 但远远不够 他又采用收买证人和刑讯逼供两手 终于炮制了一份他认为惊天动地的奏章 这份奏章很琐碎 人证物证都有 我们总结一下 大致有三条 第一 贪污所汇 说矿中利用植物之变 侵吞公物 总之 输额超过了六十两银子 第二 利补举哀 说矿中继母和氏宣斗五年十二月病故 第二年二月矿中就接到了消息 但他隐瞒不报 也一直不解关回家 第三 烟求致死 说矿中不变是非 举尽犯人 拖延不绝 多人致死 大家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呀 不小菜一碟吗 就三个字嘛 贪 利 拖 贪 他 贪的数额也不大呀 六十两 立马 别人的家事 想什么时候奔三就什么时候 你管得着吗 拖延不绝 囚犯 囚犯死在牢里面 矿中又有多大的责任呢 贪 逆 途 突如其来的三个罪名把重返苏州的矿中再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 一个知府 一个巡府 矿中和成军之间原本并不严重的误会 为何却会一次次升级 最终闹到你死我佛的地步 这一次 成军的三项指控究竟要将矿中置于何地呢 三峡大学彭鸿卫将继续为您讲述知府斗巡府 第四集奔丧 福利 他是与包拯海瑞齐名的青天 他是没有参加过科学的朝廷正司令官员 他临危受命空降苏州府 铁腕专权 城府茶滩 与巡府结院 胆大范世的行事风格让矿中经历了怎样的活难 宣德皇帝面对知府巡府不合 为何会睁之眼闭之眼 怎样的生死较量成就后来的矿青天 知府斗巡府 法律讲堂文史版 敬请关注 贪 利 拖 我们不要小看这三个字 在明朝 这就已经不得了了 先看这个贪字 朱元璋重点治贪 是历史上有名的 下手之横 也是历史上无出其右 朱元璋规定 凡是官员贪污60两银子的 就剥皮食草 就是在周县衙门旁边 设立剥皮的场所 先把这个贪官砍头 再把人皮给剥了 而且剥皮还要剥得比较完整 里面填充一些草料 再把它悬挂在官府工作旁示众 触目惊心 威慑贪官 陈军所告矿中的贪污所会超过了60两 若金茶石 按组制 矿中不仅必死无疑 而且还要死得相当难看 其次我们看这个利字 利就是隐瞒 躲藏的意思 任何人得知家中五福内清死亡的消息 应当立即举行哀悼的仪式 如果是官员 还得奏请朝廷解官去职 闻丧而隐瞒不报 称为利丧 大明律规定 如果是父母去世 不哀悼 不解官去职 除了占60以外 至少流放2000里一年的时间 再次我们再看这个托字 陈军的意思 说这个矿中犯有焉禁罪 也就是捉拿嫌疑犯以后 长期收监 不在县期内判决或者是执行 造成嫌疑犯死在监牢里面 这可能是案情复杂 待审 也可能是故意的拖延 以得好处 或者是希望自己调职以后 免得 大明律对这种情况的处罚 也非常的严厉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明成化14年 也就是1478年 江西吉安府 三年以来 有470人病死于监狱当中 其中无罪顾勘至死的人 达到106人 于是知府黄锦龙被判 林池处死 总而言之 按照陈军的这个状告 恕罪并罚 矿中绝对就是小命不保 前两次陈军都躲在暗处 算是借力打力的太极招式 这一次呢 他要亲自跳出来 准备与矿中一绝刺雄 整个鱼死网破 事情至此 成军和矿中可以说已经彻底决裂 然而两个人之间的这场纷争 究竟为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闹越大 是什么让成军在报复矿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 成军为何要往瓷里扔矿中 两个词可以概括他的心理动机 成怪和怀恨 成军成怪什么呢 成怪矿中的霸气 首先 矿中来苏州戈巴越就宣起了一场励志风暴 跟这个巡抚成军没有做任何的商议 其次 矿中就一立续出身 动不动就拿赤叔来吓唬人 更可气的是 矿中回家奔丧 还有那么多人请愿 哭哭啼啼 盛情挽留 完全把矿中当做了青天爱老爷 而自己也是个读书人 也有读书人的理想和抱负 谁不愿意做个万民爱戴的青天呢 自己当官都25年了 他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待遇呢 成军怀恨什么呢 怀恨矿中的变革 整处立志 跟自己没任何商量 革除危长制度 让智农官改间崔兰官 这都只是和周成一个人商议 完全没有把陈军放在眼里 自己就在苏州一带变革危长制度 主观意愿都是为了朝廷 着想啊 就算是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 也是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呀 况中也不至于这么不讲究啊 进行废除不说 还那么鄙视人 由此可见 成军算是一个心胸狭隘之人 既缺少政治智慧 也没有胸襟雅亮 他只会采用这样一种搏命的方式 回到前面所讲 邝中还在回苏州的路上 对这种危险的处境 一无所知 成军会得逞吗 这巡抚状告知府的案子 又如何了结呢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 邝中苏州赋任 本是为了搞好当地经济 但她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 却得罪了上司成军 于是她几次上出朝廷 状告邝中 几次又都被邝中巧妙化解 但是随着两人之间矛盾的升级 邝中最后还能全身而退吗 在明天同一时间 为您讲述 知府到寻府 第五集结局